原标题 韩信是如何在该下之战中打败项羽的 项羽和韩信 一个是立能扛顶 霸气冲天的王者 一个是料敌仙姬 用兵如神的兵器 秦朝灭亡后的那几年 与其说是楚汉的帝王之争 不如说是项羽和韩信的精彩对决 一场该下之战 最终为这段历史画上有力的句号 公元前202年9月 大战前夕 刘邦因屡屡战败提出议和 与项羽行分天下 定下鸿沟盟约 项羽一约送还刘邦的家眷 隐并东归 刘邦却在毛氏的建议下 撕毁和约 在孤陵反其处军 结果 向与霸王一怒 刘邦遭到惨败 只得坚守孤城 再次向大将军韩信求救 自汉军出征以来 韩信战无不胜 不仅未得到任何封赏 每次打仗赢得的土地 兵力都被刘邦夺走 然而胸怀大志的韩信 并不计较个人得失 自始至终坚持心中的道义 接到命令时 他不计前嫌 立即挥师时晚 南下解围 以雷霆之势 一举攻占相遇的都城彭城 逼迫储君仓皇退兵 且了孤陵之为 韩信提拔相 出自晚校堂画传 公有领域五军阵 七席储君这时 韩信又与其他汉将 相继于刘邦会试 实力倍增的汉军气势如红 一股作气追击储君 直至该下 刘邦这台将兵全交给韩信 让他全权指挥战士 韩信曾说自己带兵多多益善 这一次 他拥有七十万兵力 终于有机会真正施展领兵能力 给予储君致命一击 死长已消 相宇身边仅剩下十万人马 楚汉的力量 对比出现根本性的转折 神勇无双的楚霸王 虽然后悔一次次轻视了韩信 但斗志依旧 回想当年的巨路 鹏城之战 将宇都已极少的兵力 大部五六十万敌军 现在他仍有作战的资本 仍然有机会创造战争奇迹 但这一次 他面对的是真正的对手韩信 再看汉军撤边 韩信手握重兵 对象与这样的陌路英雄 仍不敢小觑 像以往 作战那样精心不淑 他这次的计划使兵分五路 何为储君 他本人率三十万兵为前军 刘邦率大军居中 另有左路右路及后军 调兵完成后 韩信率前军叫阵 引相宇出战 一阵激战后 韩信仍以两败之际右敌 率兵撤退 自负勇猛的向宇一味猛攻 不料追至左 右路汉军的埋伏地 储君侧翼立刻遭到汉军袭袭 这时 韩信回兵反击 三路汉军夹击之下 相宇被杀得措手不及 折损大半人马 率残不回营坚守 鱼姬武剑图 出自瓦孝唐话传 公有领域四面楚歌的由来韩信出战告解 却不急于进攻 而是率军从四面包围楚军 幸存的楚军 外无援兵 内无粮草 加上严东时节 处境十分凄惨 忽然 军营四周传来阵阵楚歌声 将士们听到家乡的歌谣 瞬间涌上思乡之情 各个斗志全无 项羽听到后 也大惊失色 汉军已经都占领楚得了吗 为什么军中有这么多楚人呢 这一晚 项羽辗转无眠 在帐中戒酒消愁 对身边的鱼姬慷慨悲歌 立拔山西气盖使 时不立西追不适 追不适西可奈何 于西于西奈若何 歌霸 他泪流满面 身边的将士也气不成声 还未出战 士气已被击溃 这就是韩系四面楚歌的心理战术 项羽自知无法战胜韩系 决定带领八百多名江东子弟 趁夜突围 天亮时 汉军才发觉项羽逃走 冠阴奉命帅五千汉军追击 一路上 项羽和汉军激战 不断损兵折将 至淮河只有一百多人追随 当被农夫悟导陷入沼泽时 他身边只有二十八名骑士的 将羽预感自己难以幸免 不再逃跑 对将士说 我起兵至今八年 身经七十多场战斗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这才惩罚天下 今天我被困在这里 是天要亡我 并不是作战的过错 他又说 如果今天真的注定丧命 他也要决战到底 连胜汉军三军 帮助将士突围 汉军很快追赶上来 重重包围 将羽镇定自若 把将士分成四队 准备向四方出击 项羽项 公有领域霸王最后的亮相 项羽 与储军相约在对面山坡的三处地方会合 他高呼一声 我替你们拿下一员汉将 便身先士卒冲入汉军阵 如入无人之境 很快斩杀一名汉将 他又在军中纵马驰骋 斩杀数十名汉军 三进三出 一约在三个地方与储军会合 而身边的储军 仅仅损失两人 这二十多人 无不佩服相遇的神勇 储军一路逃至乌江 乌江亭长早已乘船等待多时 他请项羽快速渡江逃生 回到故乡 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项羽却说 上天要亡我 我渡江干什么 从前八千江东子弟跟着我打仗 如今没有一个人回去 我有什么颜面面对江东父老 他把多年来保护他出生入死的 无追马赠送给亭长 又让将士们都下马 与追来的汉军短兵相接 混 战中 湘羽遇到一个老友 对他说 听说刘邦花重金买我的人头 不如送给你做个人情吧 说罢 楚霸王自吻而死 该下之战后 诸侯争霸的乱世终于完结 中华大一统的西芒朝随之而来 在这风云激荡的年代里 韩信征战天下功不可没 而向语气吞山河的豪情 也永远为后人铭记 参考资料 实际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